曾太炎和鲁迅是私生关系 曾太炎和鲁迅是私生关系 曾太炎他们在办明报的时候 他也属于心爱革命的元勋 他们办明报的时候 在日本 完了就是比较闲 然后他们就一帮儿去凑钱 请曾太炎去讲 就讲文字学小学 意思就是从这个意义上 他是这个 所谓张门弟子 其实第一批就是这么来的 好像这批弟子后来 在胡适回到北大以前 差不多是北大的主 刘教授 就是张门弟子 基本上是北大的一个 就是文史这一块 就是都是张门弟子 非常厉害 像那个黄坎 钱彤 那都是在后来 就是中国文字学 后来的文字学 这都是都是不可 都是不可活缺的人 特别扭 特别扭人 可这里面有一个情况 我搞不清楚 就是一面张太炎 我们知道他是 清末的革命党 非常激进的 可是另一面呢 就是他弟子在北大的时候 一直到像胡适这些西学家 过来以后 算是学界比较保水的时候的事 对他是这样的 这是怎么个关系 他很怪 就是什么呢 就是张太炎的弟子 张门弟子 其实也不都保守 因为还卡就比较保守 但是呢 那个谁呢 但是那个 这个钱彤彤就 跟那个搞新华运动 他是很激进的 你看这个 这个鲁迅不是写这个 写这个 就写了说 不是他劝出来的 就是他嘛 就是他们 但是总体的时候 就是张门弟子 一般 还有鲁迅也是张门弟子 对吧 但是据说钱彤彤当时学的没有 黄卡好 当时他老在那个 踏踏米上来为爬 管他叫爬来爬去崩 为什么要来为爬 他就不老实嘛 他听说不老实嘛 好动 好动嘛 来为爬 黄卡比他老实 大概黄卡学问比他大 但是 我想大概是这样 也未必就是 我们现在想的保守 就只是新学 就新的一套 学问方法 还没进来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们显得旧一点 其实他们也不是说 是这个吗 他不是 他们不是在去 方法上的旧 嗯 他们主要是思想上旧 思想上 你比如说 张太炎的就是 其实对西海革命以后 他们都不太满意 啊 张太炎也不满意 张太炎也不满意 鲁迅也不满意 钱彤彤也不满意 嗯 管卡其实也不满意 但有的比如说像 张太炎就 准备想从那个 就是从那个 复古的方式 复古的方式 去挽救思导人心 嗯 而鲁迅他们就是 接受新华运动 嗯 他是从思想上 就是 其实不是方法上 因为鲁迅没有搞 没有搞文字学 嗯 但是钱彤搞文字学 实际上还是 方法还是旧的 嗯 就还是他们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钱家那一套 嗯 啊 其他那套东西 他并不是 本质上并没有说是 真的这语言学的套 积累了 嗯 其实 因为其实我 其实按那 梁启超的说法 就是说呢 就是实际上这个 就是说 中国钱家那个考剧 嗯 其实他也是挺 就是 从学问讲上 没有什么新旧科研 嗯 因为你像 你考剧都是这个东西 嗯 外国人也需要考剧嘛 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新旧科研 但是他就是思想上 这个问题 所以鲁迅后来就认为 认为什么呢 就是赵太炎后来 就是他后来就 就是原来是革命先锋嘛 嗯 后来就是拉车屁股了嘛 嗯 就复古了嘛 嗯 但是其实张太炎的复古 不见不是那种 他至少不是像 张勋那个议上的复古 嗯 对吧 他不是看我为那一场复古 嗯 他其实 他并没有说 我就真的变成了一个什么 什么 什么复必败了 这个没有 他就是从这角度来可以考 这里面啊 就是跟下一个问题有关的 就是科考的问题 他签出一个就是后来部白画馆运动嘛 对对对 白画馆运动最近啊 就是艺术研究院有位博士叫李春阳 我都听说过没有 是刘孟希的学生 一个女先生 她写了三十多万字的一篇论文 就整个的质疑这个白画文运动 就是对中国语言的这个 好多人的质疑 是很伤害 他举了大量的资料 那其中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当时反对白画文 反对文言文是说 文言文不能承载新的思想 嗯 就阻碍革命 他说张太炎就是个例子 说张太炎是 就是非常革命 而且非常激进 他的文言文 完全说的是新思想 是新党 对 这你对这个事情 但是这样 就说 这个东西怎么说 我其实我也 从革命角度来讲 其实这个道理不分先后 因为实际上 因为文言文有很多很多党次 你说比如说像韩玉的韩柳文 是吧 片文是文言文吧 片体文是柳文是文言文吧 嗯 那你说实物体的 梁启超那个 他不是文言文吗 对啊 他也是文言文 是啊 梁启超的文章实际上他要比很多后来的那些白画 嗯 他更犀利 他更更有人 更得人心 对啊 对啊 实际上更通俗 我说说话听话 我觉得 要我看 要我看五四以后 好多人的白画文 他真不如那个实物体好看 是啊 实物体非常好懂的 一直到现在 对 就是像台湾的世界日报 中国时报 我在纽约差不多就看这两份报纸 每天的社论版 就这个社论体的渊源还是在梁启超那 说理 啊 非常雄辩 文字很精烈 对 语气也 也非常贯通 其实他好多人呢 就是 我们现在看来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来 回顾我们的这个中国现代作家 嗯 其实写的比较好的 嗯 他们都是从文言文的得到了很多的东西 嗯 就是要我看 要就是 就我这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专家 我也看的很少 但是我看 其实他们那个 他们的文字 从文言文得到的比较更多一点 嗯 就说实际上我们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呢 就是 他们是想用它来翻译那个 西方的比较艰深的社科 社会科学的著作 嗯 完了那就结果成了一种新的文体 就是我们讲那个 后来那个 就是它是一种 呃 用方块字组成的西文 嗯 就是方块字组成的英文 嗯 它是按照这个英文的文法 嗯 来写的 就是博种 jobs 对 得到 所以很难 很难 后来说就是那个那个翻译出来过来以后就那种文章 那那一时代呢 好多那个翻译的著作 包括现在包括八十年代 现在还有好多翻译著作 那全是这个问题 你看了以后吧 其实他们说 其实叫我 就我自己感觉 还不如看英文痛快 对呀 他真的不如看英文痛快 他完全没有了方外字的感觉 因为汉语他是怎么的 因为汉语是第一是讲节奏的 就是那个所谓铿枪 就是就是凭折嘛 高高高低低起伏 他因为他可以 他可以引诵 第二个是要押韵 对吧 完了就是就是 音韵节律 押韵 你这才叫汉语嘛 为什么梁启超的文言文 你觉得他笔记 他比我们很多白货文都还好懂 他为什么呢 他就他掌握这个规律 你读起来他特别好 这个我这次这个七讲鲁迅的最后一篇 最后一篇呢 我就谈鲁迅和美术的关系 谈完以后我不尽心 我觉得我说鲁迅这样那样 我不如就引他自己的书单 他每年要买多少画册 然后再引他跟左翼木克家的信 这个给大家看看 他跟绘画的这个关系介入有多深 最后我就放了一篇什么呢 就是他晚年1934年写的 33年是北平剑谱 他和那个郑郑多一块编的 我知道是 全部是文言 文言序 文言序 跟他早年写什么摩罗斯利说啊 什么事是一个路子 没有一句是白文 漂亮极了 其中有句话意思就是说 这个 发明了这样一种印刷术 然后印到素纸上 广为传播 是从中国开始的 那这句话呢 他是这样说叫 盖始始于中国 那么始始于中国 这句话意思已经有了 可是你拿掉一个盖 这句话就弱了很多 盖始始于中国 此后就一路下来 全是这样的语气 所以他在节奏上是雄辩 而且每一个字放在那儿 它是有意思的 包括虚词它都有意思的 不然语气马上变得 对马上就变得了 那么再翻回去 你看论语 论语也是这样 论语如果你把虚词拿掉 当时那个语气马上就没有了 意思也是那个意思 意思马上 它那种针对性 那种问答之间的那种 它就是中国语言 不是靠这个所谓语法结构 来建构的 它没有这种语法 后来我们 或者它是另一种语法 对 至少我们 至少我们现在说的语法 是西文的语法 就是我们强加于给它的 所以你看 我觉得最好笑就是 中国人讲的古骸语法 讲好多特例 特例 好特例 我说你要 这一种所谓的语法 如果特例太多的话 这就不叫法了 对吧 它为什么没有特例 就是实际上它没有这个东西 包括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 我们哪有啊 我们可以随便来串的 就玩词 那个春风诱绿江南岸 绿不是形容词 它动词的里头 不可以吗 多好啊 对不对 如一锦叶行 这个一就变成动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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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它没有这个 它没有这种概念 就是没有这种 但是你要 我们是在 它就在这个过程中 加一点虚词 就把这东西建构 就搭起来了 完了它就 它有一种味道 有一种韵味 如果你要是那样的 写的就变成就没有韵味了 就是你反而不如原来的那个西文的原文 这就是我实际上白话文 我就 为什么 后来我就反 因为我在那个 我去那个03年 我去湖南考察那个 就是他们当地的还有那个旧式的史俗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的问题 什么呢 它史俗都教的是什么呢 就是解放以后教的人呢 都是那个什么 都是那种企图 就是这个学校学不下去了 坏学生 被学生 连小学都做不完的 到他们那以后 司书教一年 就文从自顺了 我都把他们那些作文 那个日记都拿回来了 你别看那孩子别的不懂 但是就写文章 教一年就行 就教会了 它就是什么呢 我教你 我司书教你老师教你 教你去 我先教你 背这个课文 我是单兵教练的 一个一个的 就是你这几十个孩子吧 每个孩子教书都不一样 然后我教你写字的时候呢 先教你写对子 一字对 二字对 三字对 七字对 十字对 十二字对 等会儿等会儿 2003年 还有人能教这 还有还能教 谁 就是湖南的一些老头 后来我去了以后呢 他们这帮人 牧羊羊的 我去以后 他们就给搅散了 就地方秀才 地方的那种老先生 就是七八四岁了 他们老不到哪去啊 他们在过去时 受过师叔教育 都是 民国时代的最后一帮小孩 都是地主 地主在家里头呢 他们在民国时期呢 就是他们在民国时受过教育 受过这种师叔教育 有的还上过小学 有的上过中学 有的是八十岁 还有九十岁的 他们都上过这些 但是他们都是都是受过完整四处教育的 他们成为不好 找不到工作 于是呢 就在就在乡村里头呢 办这就是办这种班 过日子 把那学生呢 给他们拿点钱 他们就是一种一种职业 他们为什么当地可以 这个有这种 有这种职业呢 也能承受下来呢 就是因为他们当地有风俗 什么呢 婚上嫁娶一切 都要有人主持礼仪 非这种人才能教 教出学生会给主持礼仪 因为因为这种礼仪活动是几乎每天都有的 哎呦那这个脉还没有断 他一直没有断 但是现在已经断了 他们说我去了以后 那你不是说这些孩子 这个一年下来 他就会蚊虫自秀 对啊 蚊虫自秀 那他们能做吗 将来长大 他们最后可能 他们可能不会教了 后来我去看 他们都就都去打工去了 都去打工去了 但是他们就很很很 就是这种教法 我就知道了 原来在所谓的旧中国的私俗 是这样教的 因为他的地方很偏 就是民国办新教育的时候呢 他们老师两套 就是白天教新书 晚上教老书 所以一直他们那个私俗就没断 两条腿走路 后来他们这些人又没有工作呢 就一直干这个 一直干这个 完了农民有那个传统 就是他们那块 农民还平时就可以做私 平时农民也是做画 有私社 有画社 每一个月起来 大家聚集一起 做私宗 做私宗 完了还出一种油印的杂志 哎呀 可有意思了 完了这个 我参加过他们几个丧礼 那丧礼他那个晚帐啊 几百幅 一个普通农民家的 上了一个村口一个大 普文 什么这个这个不孝子 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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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孽深重 过言 就是那个什么家言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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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过去那套 这套东西谁会呢 就包括写啊 包括主持啊 全是 这些私俗先生会 那死一个少一个 死一个少一个 那这叫做真是理事求主也 但是你知道吗 我后来查史料啊 就是 新东国建立以后 不断在打击这种死俗 当然嘛 不断打击 就是他 他不是他不是一般打击 他给你抓起来 他给你关键运 如果你叫死俗的话 哇严厉打击 你知道我把这事报出来以后呢 他们湖南省教育部门还说 说我们这是湖南的耻辱 我们还有这样旧的教育形式 他听了以后 我觉得简直是 哎呀 仍不客人 后来他们就 后来就黄了 后来就没有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那么几年功夫 没有了 03年去还在 也还在 你看我1975年76年左右 我在长江北岸的江浦县茶队 江浦县的中学老师 现在想来年纪也不够三四十岁左右 一位老先生叫齐之山 是零散之的学生 好书房 做点古诗 做点古诗 私下 偷偷念给我听 跟我熟了以后呢 有一次就带我到他的家里去 我一看就是有点半地下的 当时的乡村文人的私人的小 party 等于 来的什么人呢 就是安徽地界那边过来的 因为他是苏北和安徽交界 隔壁就是河县 那边过来的土文人 就是三五个人 炒点咸菜 弄点咸鱼 然后喝点酒 就在谈诗文 我看了好感动 我根本不懂 那时候 他们跟我说了 哪个朝代的一首诗 叫五义格 就是那个口字编 一个义义的义 义义义义 就五个义 五个感看 我知道 你看1976年左右 就那里的乡下 有这么一群中年知识分子 乡土的中学教师 就是没断 没断 就乡间还有一些 现在这位齐先生还活着 但是我相信 他已经退出教学了 已经 就他那一套 如果不说不教 那就断了 一定的 特别偏 一定的 在这一天以后 因为他这个风俗很强劲 他这个地方 老百姓 你只要是这个事 你必须要请这人来 所以他这个需要 这个需要 就使他们能受损 是是是是 所以你看 刚才咱们说 那个张太炎和鲁迅 这个是高端的属于 跑到日本 一帮书生 这些他的所谓 张门弟子 本身自己这个学问 已经很好了 就照咱们这儿说法 就是已经大学毕业水准了 然后再听他讲小学 那草根那里呢 就是你说的那一套 全中国都没问题了 当时 其实鲁迅嘛 他其实说实在的 他的文字也是 其实他更多的是 得以文言文 对啊 这个没错的 他的文字因为 我觉得我那时候 我是后来特别特别喜欢的 你咱们咱们 其实他的文言文 那份分量特别特别重 而且他自己的思想资源 其实更多的 还是中国古代 他说是不用点 他什么时候不用点过 经常在用 经常在用 胡适说不用点 其实他一样 经常在用 胡适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他写的补文 也是文言文 他们也都会写 他还找理由 说是电报发回来 这样精烈一点 说是 以后还要用白话文 重新写过 所以这一代人 实际上 第一 他从来就会做白话文 第二 他私下 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白话文 不 那个文言文 文言文 他们实际上 就是像那时候 批评他们人说的 说你们其实是 受了文言文的这种好处 你们做的好了 你们做好 做好白话文 你文言文做不好 你也写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这话是有道理的 就是我们实际上 在那个文字改革上 文字这个 是有一点弯路 有一点弯路 就是这个 好像那个张 那个湘斌 就是 谁就是那个 中文大学的湘斌啊 我们搞基材室 这片很厉害的人 他现在来做这个事情 他也是关键人认为 就是说 当时我们的改革 就是把这个普及到 就是把这个白话文 这东西一下子弄到小学去 就中小学 马上都把 不言为废掉 用白话文 这个是有点错 这有点 都太过了 因为你白话文 并没有成型嘛 就是你没有一个 还没有成型的 马上就 就把它变成一个 学生都要 做的这个东西 我前一阵 倒是读到 甘阳那个 心三通了 它里面有一段 在大学的讲演 说到这个问题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大学 根本是没有根的 没有根的 我想他说的根 是什么意思 他把这个意思 说出来 还挺对的 我觉得 就是说 三十年代 还是二十年代 美国有过一次 芝加哥革命 就是把 英美那一套 大学教育 它的根 就是所谓拉丁文 还有希腊古文 是它的根 在这个基础上 在教别的东西 文史哲这一类 就是到了 芝加哥大学的时候 我看是更早的时候 还是牛津耶鲁 这一块 就是开始 开始慢慢削弱 这方面的教学 然后到了后来 芝加哥大学 又重新奠定 在学界有的 有个大辩论 就是说我们可以 有新的知识 新的概念进来 但是这一块 根不能断掉 就这一块教学 一定要在 好像后来最早 做学科大动手术的 芝加哥大学 最后又回到这一块 这个我引述的 肯定不正确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废除科考的时候 1905年 06年 它把数学 化学 物理引进来 是对的 还有一部分的 西学引进来 都是对的 但是不应该同时 把中国的古文 整个断掉 他这个废科举啊 他的问题是 就是他当时 他把废科举 跟信学堂 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对子 就是说 我废了科举 才能信学堂 其实他这两个 是不是一回事的 以科举呢 它是一种选官制度 就是我选拔文官 你作为考试 这个其实你存在 是可以的 它跟信学堂 没有什么必然的冲突 因为我们过去 就是中国过去的官学 就是中国 就是在 就是在这个 清朝的那个官学 系统呢 这是为了科举而存在的 比如说 你考上秀才 所以就是县学 县府周学的学生 它学名叫僧元 就是学生的意思 僧元 其实它不是科举的 一个台阶 它只是说 你是当了学生了 但是那个前提是 当时那个时代 你当了学生 你才有资格去考举人 那么实际上 这个学生 就变成了科举的 第一个台阶了 然后才有很多优惠吧 还有很多优惠 实际上就变成了 一个台阶了 变成了科举台阶了 然后呢 学校等于 这样学校就没有了 你既然学生变成了科举台阶了呢 就等于说 学校就变成了科举了 但是学校其实不是 按道理来讲 一个正常的社会 学校不应该专门为了选官去的 你还应该有一个其他内容 就是说 面向社会的 比如说 我们学画画的 我们学学算术的 学工程的 哪怕学医学医的 它又面向社会 它不是都关注过的吗 完了 但是你那以前畸形了嘛 学校就都变成科举了嘛 我们把它废掉 我们把那个 把它 把它揭开就行了 就是说 我们学堂归学堂 选官归选官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第一步就是 我们没有把它搅在一起了 然后呢 把科举废了 那你 你官吏考 官吏选码 你不要考试了吗 你现在 还是要考试了 这个是不对的嘛 官吏选码还是要考试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你写过文章 我写过啊 就是它这两个 这是这个 这个是个很不对的 就是它错就错在这了 对 半星学和废科举 它混一块了 混一块了 然后你废 西西堂 基因堂的时候呢 你又 你这个引进学科的时候呢 你又把这个 就是你们这个路走下 就从徐堂那走 走到最后呢 又开始对这个 就是这个 传统的学科 和现在学科的 衔接出现问题 就刚才我们开始讲的 为什么说古代的小学 就今天就叫文字学 但是古代小学 是不是就应该抛弃啊 还有古代还有死学呢 它是不是就应该抛弃 传统学科 那你现在有文字学 现在也有历史学 那是不是引进这个 现在历史学 就把古代搞掉呢 就这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衔接的问题 就是我们古代 不是一张白子 我们不是非洲人 对我们不是非洲人 我们也不是 我们也不是什么 太平洋岛国的一个人 他没有文字 没有文化 我们是有这么长的文明史的 他有 他实际上 他没有现代学术 但他有古代的学术 对吧 你也不能说 人家古代人不搞 不搞学术嘛 你包括这东西 所以就这个问题啊 当时就没搞好 就是我们就没有搞好 就是怎么去做 因为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把它一刀切开 说我这边是新的 这边是旧的 我把旧的全扔掉 或者用新的来取代旧的 那我们取代旧的 我们是不是中国人 我们从开始就要去英文呢 我们汉语就不要了 你做不到吧 你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你毕竟 你是有传统的这样一个民主 所以就像这样的问题 就是一直都没有解决好 你几个错误都在连着犯 就是一个是一环 套一环 第一个你说 你说你到最后你又恢复 就是到民国之后 开始恢复 就是官吏选拔考试 为什么你官吏选拔 你必须要考试吗 这是所谓输送干部 对啊 现在说法 你总比你考试 总比你说 取代关系好 买官预决好 这是起码的嘛 对不对 英国到差不多现在 它的考试制度 最早还是从中国 中国学的嘛 对吧 中国学的嘛 他们就是 他们开始是分章制度 就是说 我这个党上去以后 所有的干部交换 官员交换 完了你上了以后 你去干部交换 国家政策就很乱啊 我们文官是稳定的 选拔 选拔 考试选拔 不参加党派 干部选拔 对 他这个就是从中国学的 所以中国科举啊 从形式上 看没什么问题 他只是说 他实行过程中 他不好的 他的弊病是 他把学校教育给吞死了 就是 就把那个学校的学生 当成科举的一个台阶了 不是要考三个台阶吗 你这不就很荒唐了吗 对呀 输送干部和教育 他们都混 其实不是一回事嘛 因为学校实际上 应该面向 就是最早的那个 就是最早的 那个科举 就是这样的 他什么呢 其实后来我们就是 科举就是一个 就是八股文 就像外国人访刺我们 我们都是考文学硕士 但是以前 唐朝的时候 刚开始考科举的时候 是什么都有的 有算学的 有死学的 有医学的 有法学的 分科的 分科的 就是我到政会上 选把各种人才 让我当官 但是后来呢 因为 因为这个 古代这个 社会分工 不是特别明细 然后呢 就大家就觉得 那些大学医学 学什么 那些八道都没意思 就学 文学好 就考试试好 就技术课 最实际上 做文章 做文章好 做文章最牛 大家全往这儿挤 其他就萎缩了 就萎缩掉了 所以他实际上 从那一开始 就等于把 原来的那些功能 都给 都弄掉了 就全变成了一个 就是 像外国所思 全新搞文章 这跟宋儒 有没有关系 他这个 宋儒是把它 变成 不是 唐朝是做文学 就是做诗 宋儒是把它 变成道德文章 就是说 我阐释那个 儒家经典 其实还不如做诗 因为你看唐朝吧 做诗有个特点 就是说 我诗就要写得好 我创造性比较强 对吧 创造性思维是两样的 那你说我道德文章 就不好说了 我这个 就是这种那种 道德气力气力以后 就是政治要正确 政治要正确 他就会窒息 这个 你的这种 就是这种 创造性思维 他就变成了 所以反而就说 越后来越不好 唐朝其实 祭祀出生的人 其实好多都挺优秀的人才 有什么呢 因为他毕竟 虽然是说做诗 但是毕竟他有创造性 他还有才华 对吧 有个别的地方 也可以 这个地方是用字 是做诗 用别的地方 也可以去治国 对吧 也可以的 所以说 所以说宋儒的问题 宋儒的观点 尤其是 尤其是王安石的改革 王安石这个改革 王安石八股 那开创者 这就没意思 一个人是从道德文章 就讲正是正确的 再一个就是说 我要 我这个文体形式 给你束缚住了 你就要这么做 一笔一笔的做 一鼓一鼓的做 对照这么做 这就很束缚人的形式 你想我们好文章 是不能要 好文章是要突破形式的 对吧 好文章是要突破形式的 这一弄 弄了好几百年 是是是是 差不多一千来年 下来以后 你就感觉 中国人的这种 在这个 就是在我们 在这个上层的 这个文化数道力 在减弱 所以后来人 有些都是 就业余事件 比如说我们后来的 文学是 都是业余的 业余做的比较好一点 业余做 正经文章 反而都被窒息了 都不行 就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的 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呢 呃 废科考还有一个 也是灾难性的 呃 这跟刚才有点关系 我也没有很很懂 这件事情 就是 从此 从乡村 从下而上 诉讼人才 这个这个渠道 他就是 从乡村选拔 就是乡村的士绅 乡村的乡村的 跟朝廷的联系 被斩断了 嗯 比如说 比如说我 我我我 你再骗着乡村 嗯 你哪怕是个秀才 嗯 就是个秀才 嗯 但是我这认为呢 我会认为呢 我跟 这个朝廷的体系 有联系 嗯 因为什么呢 我是这个体系 选拔体系中的 一个台阶 是啊 我会 我这个 这是个梯子 我在我在一个体系上 那是神经末端 我会 对我会自觉的 会对这个 对这个体系 有一种维护 因为我 我即使是不能 不能一圆满考上去 嗯 但是呢 我已经在这个体系中的 嗯 我就会去想 因为这个体系 给我的什么呢 给我很多东西 嗯 我可以免付税啊 嗯 我可以去 建县 建县令以后 不下跪啊 嗯 我也可以跟他们 官员打交道啊 嗯 一块去 谈谈事啊 嗯 我就很多 我在乡村 就很有地位啊 嗯 只要是这个村子 只要我一个秀才的话 那我就很牛了 嗯 如果是个举人的话 就牛上天了 嗯 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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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 他小说 他爸是个举人嘛 嗯 考上之后 上上街 上街 嗯 上集市上 嗯 人家 人家 那个小费 纷纷纷 往他兜里头塞 嗯 好吃的 啊 啊 都拆不了 嗯 嗯 白白给他吃 特权阶层了 特权阶层了 你了不得了 你了不得 嗯 但是一切断之后呢 他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嗯 因为你没法 我政治上利益 就是我 没法往下 往下输送了 嗯 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你说他已经 就是我对 我干嘛对你效忠啊 嗯 就这一点上 就说他这点 是一个问题 就说 他废了科举 他没有建立一个现代的官员选拔的选考制度 嗯 嗯 你这个说的都好像还是蛮高端的事情 嗯 我讲的就是 一下子拉到现在看 嗯 就是 我们现在的地线以下 尤其是乡这一层 嗯 不再可能出 出出出文人了 你能想象吗 除了出文人 没错 没错 还能出文人吗 他 五四这一代人 都是乡一直线一直上来 他这个 他这个什么呢 就说 传统社会另外一点 就是什么呢 他的文化在乡村 对啊 嗯 他人的 文人不都往城里跑 嗯 他是在乡村里头 嗯 城市里头 你比如像 像中叶以前 城里反而没文化 嗯 城里反而没文化 都要到下面去找 城里反而没文化 城里是都是商人 嗯 尤其是那些急镇式的 就是那些 比较繁荣的城市 嗯 城里城里住的 不是牙役 就是商人 嗯 这里吧 文人不多 嗯 你包括这个官员 他基本上是 卸任就回乡了 嗯 他回乡 嗯 他乡是绅士 在外面是官 嗯 所以文化是在哪呢 文化是在乡村 对啊 差不多到民国 都很完整 这个架构 就是乡村有文化 嗯 有文化的人在乡村 他在乡村待着 然后他就出人才啊 往上走 对啊 一直到到清末 你想 胡适是乡下人 鲁迅是乡下人 都是乡下人 哎 照现在说法 都是乡下人 都是乡下人 你现在能想象吗 所以我们今天 想得到的五四 包括徐志摩 啊 什么叶圣头 啊 朱志清 都是乡下出来的 哎 可是现在咱们去 去一个地方看考生 都只能到大城市去找了 哎 你到农村 现在更是这样啊 因为你现在你 你乡村哪有好 好老师了 啊 你你你你 像你像我们那时候 我带我带黑鲁央的农场的时候 嗯 我们的老师就是你们这 这些这些知青 嗯 当然他们比你们要读书多多一点 对高中生 高中生 但都是知青下去的啊 对啊 你知青走之后呢 江中生这个 那个当地的教育就一一 技巧糊涂了 就是你 虽然自青这个运动不好 嗯 但是它确实是给某些地方的 这个乡村 它还有一点啊 你带点文化 但这已经是反过来了 对反过来了 就是城里人把知识带到乡下去 对对对对 可是过去几千年是 乡下人把知识 对呀 但是你是把那个 你这个运动 这个运动 你搞 你把人给人搞掉了啊 你搞掉之后呢 剩下的人呢 他都进城了 我就是国外回来的时候 我就听说有所谓 希望工程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希望什么呀 原来文化全在乡下 怎么忽然有希望工程 我才知道乡下 连学校都没有 现在建的希望小学 相当部分都废掉了 它为什么呢 现在城市化以后呢 小学都全部集中 原来建的乡村的那些小学 都废掉了 别说唱酷了 别说什么玩了 别说住院了 现在都集中 集中的县城里头 让这些孩子呢 小学就开始住校 对呀 汶川地震 我就看他们 结果我一看 哪里像乡下孩子 全都是城里孩子 全住校啊 他全集中了 江湖没学校了 那学校哪有学校啊 那这个跟后来 咱们不去说政治运动 跟后来的 逐渐的往上走 城市化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城市化 这个城市化呢 由于后来我们城市化呢 它是一种抽血式的城市化 就是我比如中央 我从省里头抽血 我省里头 市里抽血 市里从县里抽血 县里从乡镇抽血 我把你好的 抽干了 好的人财物 甚至你要说 漂亮的树 我都给你弄完 好多城市立化 我都连大树都给你挖过来 就这种方式 你说不只 你说这样城市化 是不是超 很激情 截则而语 哪有这样城市化呀 对吧 这城市化 而且说实在的 也就是你这么强大的行政权力 能干出来 你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到不了这种事 你凭什么 你到那儿 就把树给挖走了 凭什么 我出来好石头 你给我拉过来 你凭什么呀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个问题 不过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问题 都也都意识到了 但是你就算你说的是 咱已经不可挽回了 完了后面再怎么做 这个事情就挺困难的 你像这种 我们说 说今天我们说民国呀 好多事情你说 像你讲民国范儿什么的 他实际上没有根以后 你谈不上什么范儿 当然 你现在我们能不能装什么 民国范儿 你说台湾人像民国人 他不就是他的东西 他没断呢 他有点 他虽然又有点畸形 但是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台湾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政体 这个政权挪到那儿去 但是他 他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民国了 两回事情 尤其现在台湾 台湾都是国民党的第二代 第三代在那儿做的 而他经过民进党 因为他们那个日本文化 他们就日本的东西很崇拜 后来中间有变异 他们有一段时间还行 有一段时间他们去的人 老奖要提倡这种尊口读经 提倡恢复伏传统 有一段时间还行 就是他们 我们这么大的年龄的这些学人 他们这些学养还是不错 但是这下一代就不行了 就是说你现在的东西 其实也是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土壤 就是说我们说民国大师辈出 但如果你要没有土壤 这个我估计才有点细 没有土壤 没有种 没有根 没有细 他就 他没法成长成长起来 需要培养 就是张太炎这么寂静的人 鲁迅这么寂静的人 胡适这么寂静的人 当时 他们不知道闯大祸了 实际上 就后来的社会 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 这个还是因为 就是还是因为吧 就是人们对这个就是 中国有个传统啊 对真分子来说呀 他把这个 因为中国人太想富国枪兵了 太想富强了 富强的原因呢 往往一早找到文化上 就是那个黎玉生说过 说中国人有一种传统 就是喜欢从思想文化找原因 什么事 其实好多问题 不是思想文化的原因 对吧 你说历史的好多事 其实不是这个 原因不是这个 但是他大家都喜欢 从这找原因 我上次跟徐子东 在那个 《枪枪三人行》 也是谈五四 从2009年谈过一次 当然也就是泛泛而谈 他说的观点也是你这个意思 就当时他们反儒家 其实用的还是儒家的办法 就是从思想文化上去 去改造国民性啊 或怎么样啊 他老想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从这个 你用的还是那天要 我工具 你看我这个语言是工具 我工具不利 我工具都给你改了 前一同他认为 你看他文学那么好的人 他说我要 我要废汉字 你说你说 你说你说这种事情 你说 他就觉得我给你 我干脆我把工具都给你改了 我就彻底了嘛 但是其实他 其实这个事情 没有没这么简单啊 没这么简单啊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 其实当年 就是辛亥的时候啊 实际上主要还是 自主迷信 大家觉得 我一旦采用美国制度 孙春山搞一个 美国制度 临时政府 美国制度嘛 大总统既是 国家元首 又是政府首脑 这些统善各部 就跟美国一样嘛 中国就好了 后来发现中国没好 后来说 哎呀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 我们再往下走 最后都走到思想文化了 走到文字上去了 那其实你的路 都根本就没找对 开始也不是制度决定一切 后来也不是 世上文化决定一切 后来也不是文字决定一切 你说呢 如果当时能够 比较理性 能够看清楚这些问题 从哪一方面着手 比较好 其实他们有 当时也有人想 比如我们可以实业救国 可以教育救国 其实可以有 他们可以有更更更 其实 你其实我现在看来 比如说教育救国吧 他们也有比如像 像陶芸之士和梁霍明这样的路 就是我不要我从串通 就是改良主义 改良主义 我不要 我不要把这个全废掉 我从比如他 你看 你看当时 两江城建设有两个路线 一个是 一个是燕阳出的路线 就羊的 我拿了洛克菲勒基地会的钱 然后我请 我在定线 我找那个北平的大学的教授 比如说农业改良 我就找那个农业院的 北大农业院的人来 我找卫生建设 我就找那个燕京大学的 专家治国 专家来 我就是我搞戏剧 我就找那些 那个中戏的这帮人 洪森 来 这我来给你搞 欧阳欲倩 我就来搞 就是这样的就是完全是羊的 什么各种改良 各种那个各种农村改造 全是羊的 一套羊的 就是整个把美国的方法 弄过来 羊改造 这是一个路径 想来说明了 就没什么钱 他也没人执着 我自己搞 我就怎么在农村里搞 我要草根 我就我要草根 我就以学校为中心 以乡学为中心 完了我就学校网络 学校的乡身来办 完了我学校的培养这个骨干 既是学校的 又是政治中心 又是商务中心 完了他们搞 这样的 以这个 以这样的一个核心 搞周线的这种 周平线的自治 自治 他就这么 完来我 日本委员赶来我去办武装 他是这么一个路径 现在我看来 梁树铭的路径 要比较好 他旧瓶庄新酒 可能 他第一个他复制 他钱少 他不像路 以前如果非了基金会 他能支持一个定线 他支持中国的所有的线吗 不可能啊 但是周平这么高 我就不需要多少钱 我就可以复制 资历更生 可以复制 但是这两条路都失败了 土的样子 不是叫失败了 你说他 其实也不都失败 定线他因为钱多 没走下去 因为抗战嘛 都搞不下去 但是我觉得 如果不是抗战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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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烟出的路径 肯定做不通 嗯 你定线 你靠北平界啊 嗯 你可以有这么个专家 嗯 那我再有云南办怎么办 嗯 那四川办怎么办 OK 定线那点底子给他弄下来 后来怎么样 抗战以后怎么样 抗战以后 据说他们的学校还不错 嗯 就是还有点底儿 就是学校还不错 上下来都没有 解放以后呢 期待以后死的学校 一样 解放以后都一样 解放以后都一样 嗯 就是没什么区别 其实 大宗小仪 嗯 就白弄了 两个人都白弄了 一样出合 白弄了 不光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个白弄 你说民国时候 民国虽然我们说错了 嗯 所以这个新教育也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 但是他 将错就错 他也是能够做的东西 你比如说 大学至少办的还不错嘛 嗯 嗯 他经过自己摸索 他还是有点 还是摸出点 摸出点名堂出来 嗯 对不对 我们也培养出了那么多人才嘛 嗯 对不对 我们像文学 嗯 有点东西嘛 包括你们艺术 嗯 艺术也有点东西嘛 你也不能说没有东西嘛 嗯 他也踏出点东西出来 嗯 包括我们的那些什么 法学科学 都有点东西 嗯 所以让我很 很郁闷的 嗯 你说你怎么办呢 说这个东西就是 他不是说一个东西 他就是他就是 所有的就是 等于说中国一百五十来年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反正你经过折腾 你路对也罢 路不对也罢 反正他们 他不是 你你你当我们第一承认 像鲁迅他们 鲁迅他们 鲁迅他们 胡适他们都是很真诚的 嗯 包括他们要废出汉字 其实不知道 他们都是很真诚的想 把中国办好 嗯 当然 反正来回折腾了 折腾了以后呢 也折腾出来玩 嗯 但最后全都废掉了 你包括一些作家 嗯 后来有几个 谁谁敢写东西啊 嗯 谁能写东西 这些全废了 那草草雨苦恼的一塌糊涂 是啊 没法弄了啊 嗯 你就写了这个 这么点东西嘛 完了以后 然后不就这样了吗 嗯 老舍那个茶馆是个 几乎就是个意外 说是这样的 嗯 就是个意外 嗯 剩下来他也没什么东西 可能是 没什么东西可 可留下来的 曹雨是一个东西 一个也没有啊 他后来写了个什么 毛顿也没有 没有啊 巴尼也没有啊 很从文就根本不写了 嗯 对 都没有啊 谁敢写 沈中文就割笔了 嗯 就说你全部都废掉了 你像你 你包括那个 你 什么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美术怎么样 那个什么 那个电影啊 戏剧 他们都基本都废掉了 一样一样 嗯 美术一样 都是未完成的 你像徐培鸿 刘海素 林峰眠的代人 那林峰眠很惨 他的黄金时代是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呢 刚画到最好的时候 他自个儿毁自个儿的画 就最好的一批画 全都毁自己毁掉了 烧的烧掉 还有弄成指甲马桶 冲掉 这样子 几百张 但到了香港呢 他还能画 还画了有将近二十年的样子 就好可怜 就是拼命回忆 那个毁掉的话是怎么画的 那都不是那会儿了 状态不对了 哎 就再也没有毁到那时候 就毁掉 那他算是能画的 徐北红死得早 刘海素当右派 呃 像我们的老院长 吴作人 到晚年就画画 画画国画了 玩玩水墨 当年是玩油画的 油画是他们带进来的 哎 就都毁了 最近刚办了一个展览 我把刘俄那一代 刘欧那一代 还有我们这一代三代人 到国外博物馆临摹的话 搁在一块展览 两百多件作品 而且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展出过 就扔在仓库里头 徐北红 临摹的伦布朗 吴作人临摹的德拉克罗瓦和普桑 还有其他一些老教授 那我们三代人搁一块 还是这批老的临得最好啊 他有文气啊 他东西雅 他甚至要比欧洲人东西还要雅 这他身上带的那个气质 虽然技法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看 可是你七十多年过去了 你画画那儿 满个展厅全部看下来 最雅的还是水平红 吴作人 没有办法 临的时候也就二十几岁小伙子 中断了 还有就是我回来最难过的 我到各个农村 这么脏 就是穷不要紧 然后这么败 这么脏 我到那个扎记 就是新四军那个 晚南事变的一带 吴作人的故乡就在扎记 造宣址的地方 非常好的农村 山清水秀 祠堂 就剩三个祠堂 当地农民告诉我说 在清中叶的时候 有一百多个祠堂 那祠堂等于是宗庙嘛 是吧 建筑上不用说了 美学不用说了 只剩下三座 他说两个破坏 一个是太平天国 毁了一大半 都逃光 然后回来以后呢 就在重建 然后再就是解放以后 一直到文革会 现在就剩三座 我多 我前天我听他们说 他说是 他其实真的 说是 在六四年六五年的时候 毛那个下令让胡晓鸥做 首先是要把西湖的那些坟 旧的牌坊 坟全部扫干净 卧槽 然后呢全国在搞 就是把文革图全部扫干净 他要把这些东西看净 所以破坏就在这个之前就开始了 开始就开始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么好的建筑 这么好的弄堂 街道 这是一个村子几百户 脏得一塌糊涂 结果老农民跟我说 就他说解放前很简单 你家门口那个没扫干净 就村民聚拢了 要罚你的打屁股的样 是藏人的 是藏人的 以前农民种地种完了 都把土培培好 水构弄弄干净才下工的 就有美学的 他这个东西没有之后就完了 没有就完了 就这样的荒拜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农村 因为欧洲农村我去过 那咱们叫做土豪猎生都还在啊 那就是跟四五百年前 文艺复兴时候一样的 孙山挺激进的 孙山也挺混蛋的 孙山是个公益主义者 嗯 怎么一个 你这样是什么的变化 他是这样的 他是只要成功 嗯 就我当时偏向孙山的革命党 他只要成功 他是要权力上的成功 他不是要真的来文下和中国办好 嗯 他那时候开始搞 嗯 当然他 这个中国搞立宪的时候 他觉得他妈 你搞立宪我就完了 我就没机会了 嗯 你办好了我就没机会了嘛 嗯 但你没有计划中国好 我就也一样了嘛 嗯 他不会这么想问题 哪里超约就是这么想 哦 你说中国好了就行 哪怕你西太后也行 你中国办好了就可以嘛 嗯 我们就是为中国好 不是我个人权威 嗯 在孙山他们就是为个人权威 嗯 所以你立宪我就不让你立宪 我阻止你立宪 嗯 你出去考察我要炸死 炸死你 嗯 嗯 这是他们的思路 嗯 所以后来他后来他被原来赶走之后呢 他就跟日本签 他就跟我签条约 说我把权力上卖给你们 嗯 然后你只要追着我 我只要成功就可以 对 后来我还要看到材料说 他曾经 有一种想把的想跟美国接下车 把中国让美国来接管 对对 就说他就不在乎这些东西 就说 后来跟那个共产党合作 跟那个苏俄合作 都是这道理 就是说 他明明知道是魔鬼 嗯 但是只要我能我能上位就可以 嗯 他的问题 就是他到底在这里头 他是个人全 全是压倒了这些其他的东西 就对民主文化 这个国家的这个责任感 啊责任感 因为他不是绅士 嗯 他不是 他完全不是绅士 他就是一个一般农民 然后从海外就海外去了 海外 西仔 西仔 他假如假如 再活个五年 十六三 再活个五年 或者四年以后 你觉得 这个对他评价 假如活个人 现在对他评价 也就是说他会集权 他会集权 在国五年 在国五年 他是这样 他只要在 嗯 嗯 这个国民党就没有机会 嗯 就是这个 就后来就没有机会 因为他有一个问题 他这个人知道才输 嗯 人家要睡大炮嘛 嗯 嗯 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能成功 他是跑到北平台跟妥协嘛 屡战屡败 他跑到北平台跟妥协嘛 他谈判的嘛 嗯 他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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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搞成 他如果不死 这时候还搞成 嗯 就他是一个 没有行政能力的人 嗯 但是又过于会说话 过于会 就是他那个 他有人革命 他不好 当时都说过 他很奇怪 说什么呢 我每次都觉得 崇文山说的不对 完了 每次跟他去辩论的时候 嗯 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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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统统统统统他了 他出来以后 一想 这王八蛋他妈说的 不对 他说 他已经晚了 他会决议了 哈哈 这都是这样 好 假如这后五年 会不会跟 那个共产党啊 什么破裂的东西 这很难说 这其实很难假设 是 很难假设 很难讲 这个问题 因为他实际上 他不成功 就没什么破裂的问题 嗯 你成功了才可以 所以咱们都在想 理性形态都一样 理性形态倒没什么本质区别 说两句话 国共党党在当那个时候 他们都是利点主义这个 这块卖了下来的 没有本质区别 就是还是利益之争 两边是利益之争 他们都是搞个人崇拜的 而且那种不是那种像传统的皇帝式的个人崇拜 他是一种帮会式的个人崇拜 对 黑人会式的个人崇拜 很透明 蒋介石稍好一点 蒋介石稍好一点 蒋介石的这个体系呢 他后来他就是两个两块人组成的 一块就是说他这个 就是他那种 就是所谓的他的忠实的这个党徒 就是想那个用内能主义的方式来进行改造国民党的 但是还有一帮人的就是所谓的比较欧化的 比较欧化的 就像蔡英培啊 就像胡思年啊 他们这批人 文文浩他们这批人 还有跟宋美龄也有关系 对 后来又有宋美龄 他自己又弄一个基督徒 就是美国文明这一块多少还是 对 就是他有一点这方面的传统 所以后来国民党能改造 就是他还有这个东西 他有这个因子 陈老师要讲 他对西方这种 有没有这种个人崇拜 包括像孙中生或者这种 这种道弹那些 没有 没有 这个 拿破仑那儿当然有一会儿 但也不是拿破仑自己弄出来的 就是所以启蒙这一块非常重要 启蒙科学 这个文艺复兴 西方 西方法就那些邪教有 大人民什么圣殿教之类的 估计有这玩意 希特勒斯大林是两个例子 但是你像华盛顿这样子 就美国文明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 这个 未来也不太可能实现 像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 这五月化这么一帮人跑到美国 然后 华盛顿得权以后 他真的会让 林肯也是这样 所以 所以开国的几个人非常重要 他就没有留下一个余地 说你将来搞个人独裁 崇拜 他就没这个 所以所谓制度当然很重要 但制度一开始那几个人非常重要 那几个人弄对了 就此后你翻不了这个力啊 但是问题 美国国情实在是跟欧洲跟中国太不一样了 它是没有历史的一个国家 是吧 大家都是外来的 你搞什么搞 中国为什么就这么喜欢就是一个 喜欢个人崇拜 然后好像根深蒂固一样 但是 就怎么说 就是说 这种因素是到底哪里哪去 你包括今天 今天比方说异见分子 是吧 其实他还没得识 他已经有这个证 对 你很有这个证 你得听我 我总是对了 就是 我和大家实话这种 到现在这种 咱们现在 其实这东西啊 其实我们 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种 中国人这种 这种 这种很 很不好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 跟革命很有关系 跟革命有关系 以前呢 其实中国人那时候 就是说你 你真的搞个人崇拜也很 很难 你不是像皇帝搞个人崇拜 他是全是 他有啥个人崇拜 他有什么个人崇拜 他有什么个人崇拜 人家是 人家真正服的是孔夫子 孔夫子也是死去的人 你斯大夫之间谁服谁啊 而就是服应你 比如说我做 我做你的弟子门生 他也没有道个人崇拜 说像教主那样的崇拜 真正像教主这样崇拜 就是邪教教主这样崇拜 那就是后来 就是老家想搞 是一种说法 叫做中国一种 韩式秦文信呈说 是叫什么 鲁表花里 跟这种 不是那个 他是什么呢 革命以后他把皇帝革掉了 皇帝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 但是现在毛大家还是服他 很多人还是有这个情节 服啊 现在你都老百姓说 还怀念怀念 我说你那时候有啥啊 也服强人啊 所以袁世凯重新称帝这件事情啊 现在是没有人敢出头说这句话 这我说了 你说了 我说了 这给我写一章公开说 就是他这个实际上 我说他并不是像 他非要贪图爱意 唐德纲也说过 唐德纲说两个人好可惜 就一个是袁世凯 一个是汪精卫 对 就是在晚节上 不是他们晚节不保 而是种种因素加在一起 他不得不如此 唐德纲说的不太透 我是说这样的 就说实际上 中国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没人能做皇帝 是需要皇帝的 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但是袁世凯就是想 我重塑这个 一个权威 完了没人做 那他就 可能就我做了嘛 我做了嘛 他呢 但是问题是 他会忽略另外一点 就是 第一个 这些知识论子 他是符应什么呢 符应这个 达尔文进化论的 符应这个 严肤的天眼论的 天眼论的 天眼论的意思就是说 天眼论的在 体现在这个 就是制度上 就是说 就像抗尔文的说法 就像抗尔文的说法 君主专制是巨乱世 就是乱世 这个 比君主立宪是小康 而是民主共和是大同 实际上是扯淡嘛 我们知道 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实际上一个党次的制度 但是中文就分成一个替进的关系 一个关系 进的就不能退 其实 这个联系上 这个袁世凯就是想 君主 回到君主立宪去 对 他就要一个君主而已 但是 你知道吧 你在中文原来说 因为你倒退 为什么呢 我们计划论是自动进不能退的 你退意味着 你这个 人都有问题了 但是 知识论子是这么讲的 是从这个路线来反他的 另外 各地的一些军阀 他这些人呢 他其实都 都想 拢住这个权力 我 原来想集权 我就想 不让你集权 我要公然称兵反抗你的 我是反派 因为你独土嘛 但是听说你要 你其实一听 一亿 你要一亿 当想当皇帝 我就出师有名了 你复辟 你倒退 我反复辟 混沌退 哇 你就 你在名义上就完了 所以 你只要一成帝 成帝之前 全国都拥戴 包括云南 包括蔡威 包括唐继尧 都是 拥戴书寫 写好的 一成帝 马上翻脸 嗯 为什么呢 我 我的出师有名 烦你有名了 嗯 哦 我都 你给我个借口 你进 你给我个借口啊 嗯嗯嗯 对不对 唐登正的 为什么呢 这个 我们最先进的 民主共和是最先进的制度啊 嗯 啊 你居然是要倒退 那我烦你啊 嗯 没话说 因为 近代学习西方 真是个主潮流 好冤枉的事情 冤枉啊 那实际上是需要个皇帝的 对 但是他也当不了 嗯 他当不了 谁也当不了了 但是中国是从西方 渴望一个去 你们要是去过英国 去过荷兰 去过奥地利 去过西班牙 去过日本 这些国家就是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 就完全是续君 完全续君 但是需要有君主 我那年到荷兰去 荷兰我 我有个老头 是是喜欢中国当代艺术 我在他家看电视 他今天有重要的事情 哎 就是荷兰女皇 这个 从宫廷里面出来 啊 皇家所有成员 就坐着马车 经过大街到国会 去 去等于是国情咨文 啊 国情咨文 那一路上沿途老百姓 就是 就是 爱戴着女皇 招手 什么这马队这样的过去 穿的过去的衣服 然后进入以后 底下坐的全是国会议员 全是国会议员 然后这个老太太就开始念 念些什么呢 我不懂荷兰语 这老头就告诉我 他讲的是 妇女问题啊 就业问题啊 增加教育经费问题啊 失业问题啊 哎 然后这个女皇 讲一句这个 老老老老头在外面听 她废话 然后又说废话 这样 讲一句说一个废话 全部是一个形式 就是今天这些话题 不是由我们国会说出来 是由女皇说出来 但是 决定这样做和 不这样做 或者怎样做 是底下这帮年轻人 这帮议员 一帮男人 哎 这个女皇就是照本宣科 可是有一个人照本宣科 和没有一个人要好多了 哎 这话就由他可以来说出来 哎 不是一个象征 不是就是一个符号嘛 需要一个符号 一个象征 而且尤其在转型时期 尤其需要象征 你你后来像他 他已经很多年了 在我们所谓了 他就说废话了 那当时的时候 那当然需要象征了 你这么转过来 你讲 你人们心里头 我多少年都是皇帝的 有日本人 日本人那个时候打 这跟天皇没有太大关系 是军内的这个鹰派要打 但宣皇宣布开战 宣布开战 所以等到美国人把日本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 天皇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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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号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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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最后讨论下来 不能办他的战犯 就是可以办动条印记 不能办天皇 因为天皇代表日本民众 你办了天皇 等于办了日本民众 怎么办呢 天皇宣布投降 大家没话讲 对 大家没话讲 军人对不起 自杀 哎 老百姓都都都都都跪下来 谁肯脱险啊 啊 多少人死了 多少个个这个这个钱砸下去 哎 可是天皇说了行无条件脱险 这就好办 这事就好办了就 有个皇帝没有个皇帝差很多啊 太多 没有皇帝 然后老百姓有事干了吗 如果今天皇帝还在的话 你你你你你当皇帝女婿 然后皇帝女婿喜欢你了 全国电视就有看了高兴坏了 我说小代现在做做做做驸马了 我说这个 哎 那这过去之间这种 有拿出本质差别 然后从这种君主立宪 假如过渡过渡到这种现代 这个是一个 没有本质其他 用不着这个君主立宪就是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就已经是现代了 没有过渡这件事情 不要过渡了 就是一切民主都有了 但是不妨碍嘛 要不然你就得追求更大的地质 更大的权威 所以更厉害的权威 最后老毛就换出来了 嗯 如果你们这帮人不是愿意都跪着 死容他 老毛怎么会那么牛 你不能光碍老毛一个人 就是你这些人确实都愿意 你心里头还是呼唤一个更大的权威 你包括知识分子也是 呼唤一个更牛的权威 你还是呼唤的 你没有皇帝了 你还是空 就你这个书在开头那句话 这个蛮好 就是 我看啊 如果有人看了这本书 不再像过去那样 把这场革命符号化 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边上 我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要解这个革命的符咒 就是我们几代人一提起革命啊 这一百年来就怎么样 先烈 革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极正面的东西 你不革命就反革命了 你等于这本书出来等于告诉大家 这么一场革命是这么回事 里里外外告诉你 当时是暗杀也好 起义也好 是这么回事 对 这东西就是说 而且这个结果呢 当时肯定 我觉得他也很无奈了 因为你想 你一场变革 你就 一想中国和平变革的希望 就寄托在这个当政者 他们比较明智 不犯他错误 但他犯了错误 谁能阻止他呢 谁阻止不了 这就是中国的悲哀之处 就说你总是在循环往复的 这种尴尬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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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还好 当年的革命呢 其实你觉得说实在的 刚才我们讲了 是这个文化还在 这结果还在 所以他讲整个那个烈度很很低啊 破坏不大 他有人有人整论自诩 他第一他在底下没结果没破坏的时候 你几个少数几个人已经闹出什么大风浪 整个社会的这个机能还在 机能还在 就是这个路 走过来 就是西太给你带来了一种革命的焦虑症 把革命就变成了一个 后来一道革命就革命变成了一个非常神圣 像你说一个神圣的符号 象征 谁敢不革命啊 你不革命都有罪 你反革命那你就是该死了 我们过去最严重的问 最严重的罪过就是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 反革命盗窃罪 立即执行 反革命残奸罪 反革命做火烦 反革命贪污罪 先得加个反革命 你加反革命就有问题了 差不多就该相毙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意义上 当时李泽厚说告别革命 这句话说出来还是 是对的 我觉得中国私开告 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 你很难告别 我觉得 很难告别 现在就算告别了 咱们就改良 可是 革命的疑患无穷 这点疑患你就理不清 对 这个遗产太大了 实际上我们是老说传统传统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 就是革命传统 这个传统 其实比咱们什么四十五级的传统 还要力量大的 是 对的